耶耶耶 我開了嗎 我開了嗎 我開了 你要不要先 因為我們比你表定時間稍微快了一點 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天 居然有超前的 狀況 太扯了 問一下比林 那你們今天的實體坑在哪裡啊 我們在Werkest Werkest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然後在科技大陸進台大後門 靠近台大法律系出來的 合併的路上 OK 大家如果想要看實體坑在哪裡的話 在G0V有一份共筆上面 有列出今天所有的實體坑的 地點位置 但是 你們有做好防疫措施嗎 有 我們準備了兩平行生活在這裡 不過我們有開就是 寄扣直播 所以如果你現在看得到 他們的手的話 手上拿在城市中 好 那我們就請你 開始分享今天的提案內容囉 好 今天這個影片基本上 跟上一次在台南的黑客松 差別並沒有太大 會不會真的假的呢 想做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一個 QR Code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使用下面的Line ID之後 就可以把Covac真的假的加入你的Line好友 加入好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Line裡面呢 會看到各式各樣很可疑的假訊息 如果要回應這件訊息 咦 你們現在看不到嗎 咦 有嗎 有嗎 好 看得到那隻熊貓嗎 有 有 看得到 那其實寫東西會比較少人看到 這其實是一種對於人力的浪費 那 嗯 Covac想要面對這件事情 想要解決的方法是 我們製作Line的機器人 然後當 使用者在聊天室裡面 收到了轉傳訊息的時候 他就可以轉傳給Covac 然後獲得裡面資料庫中的查證資訊 藉由這些過程呢 我們希望讓使用者可以遇到 想要查的事情就可以分享給Covac真的假 並且把Covac變成他們Line上面最好的朋友 Line會自動告訴你 其他網友啊對於這條訊息查過什麼樣的資料 然後 嗯 在這個資料庫背後呢 我們使用的方式是 嗯 如果機器人收到了資料 而資料庫裡面並沒有這則訊息存出來 那他就會問對方是不是願意成為 全世界第一個回報這個訊息的人 那嗯 同意之後這條訊息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網站上 同時今年我們的網站也在進行設計和更新 會有很多善良的編輯進來看訊息 做回應 回應之後 目前我們已經累積超過3萬則的訊息在資料庫裡面了 同時我們有持續的有一群志工在網路上面 一起幫忙回覆這條訊息 這些訊息 這些訊息同樣都是由440 嗯 開放在網路上面 那任何人都可以取用這條資料去寫程式 或者是 比如像美麗 像是70科技防炸大人 都可以接用這筆資料庫 然後做更多的引用 我們先也歡迎研究者 對 是 嗯 然後今天我們希望在workis 一樣 求大家一起來寫程式 我們也在講 no.js 我會在 我會留在workis 然後回覆資料庫裡面的訊息 同時我們今天也歡迎各式各樣的新手來到這裡 我會說把手負責幫你交道會 那來的人我們都會送貼紙 網路上面寫的東西呢 就會變成機器人以後的回憶 所以 歡迎大家一起到 covid.jolamb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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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jolamb